来看看眼下呢已经是秋意见农了 但是呢日前举行的一场时尚派对 一位吴秀波下雨 韩庚 柯震东 李小璐 妮妮 莫小琪 熊乃景 太多太多明星了 他们的到来也是温度飙升 大家谈近况 推新片 忙的是不亦乐乎 在昨天的过程现场 众多明星纷纷亮相 话说中秋临近 明星们都是怎么安排的呢 星纷纷纷我还不知道 应该会在国外待着吧 对 还是忙工作 对还是忙工作 继续回横店拍神雕下旅 很多网友就是对陈仙琪 也很强的女朋友 看那个女朋友 陈仙琪 不管怎么样来说 她始终是我心目中 我觉得是最好的骨骨 约饼是一定要吃 会多女生一块锅吗 肯定是 我应该在天场 中秋节应该就在台北 跟家人还有公司的朋友 然后三个月 中秋节可能还是要再去做 跟家人在美国度假 拍戏吧 对 你吃变吗 如果具处有的话 当然是 因为大女儿已经去 美食店出了 所以可以吃 这两次 给她起一个 中秋的礼物 当然媒体更关心的 还是各位明星 正在拍摄 货筹备的新纪念 那现在你觉得你英文说的怎么样 呃 就错误吧 对 那这里根本有个小信 那现在不知道 因为到了施加哥才会知道具体的一些东西 那你觉得这有大人 什么样的 因为很多的东西 因为很多的东西也签了保密协议 所以到了 之下之后 所以跟导演沟通 当然对于陈思诚是个例外 因为大家关心他的大婚计划 远超他的新作品 到时候一定提前跟大家分享 真的 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与众不同的呗 钻尖买好了吗 正在选 本来我很想他能给我一个惊喜 结果你们都问完了 这个时候我不应该在